你说吧 你知道结婚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吗 婚姻是你生命中唯一一次自主选择的机会 能够自己选择你的家人 你想要和什么样的人度过余生 你就应该去寻找那样的人 而不是妥协或者是随意尝试 这有一天你会明白 尽管经济基础固然重要 但是一个人的责任心 担当 家庭教养 情绪管理能力 沟通方式和处事态度同样重要 结婚的意义带于在缺销的世界中 从梦里展到那女只远回家的路 而不是鸡飞狗跳的生活让你独自门 如果人生把你选错了 女生将从哪错就不一样 因此住校晚一点真的不要紧 关键是能找到那个队里 因为她才是你后半面的女人 亲爱的事 听懂了吗妈妈 听懂了 那你才睡得着 催啊 works這 八 掩置 试 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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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